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我们会看一个 如果你现在你的系统 如果你的系统是很多个指点所组成的 那所谓很多个指点的话 包含的是一整块的东西 像我这个黑板叉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成密密麻麻的 一整块的指点所组成的 那怎么去处理它的问题的话呢 那第一个我们要引进来一个观念 叫做Central Mask 这是纸心的概念 OK 如果我们现在有N个particle 那现在这个N个particle呢 M1 M2一直到MN 一共N个particle 那它的位置分别是X1 S2 一直到XN 那我们先用One Dimension来看待的时候 然后 一整块的系统的系统的部分的话 那这N个particle分别 这N个particle分别所处的地方是M1 M2 M3 M3然后MN 那这所有的particle分别 你把它都标示出来以后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在这个系统里面 你要处理你的collision 或者是你要处理 这整个系统的collision问题的话 你还是要去把 total的momentum计算出来 OK 这应该是total 那total的momentum要计算出来 那要计算出来 totalmomentum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有一个物理量是 还能够代表我们整体的系统的一个性质 那这个物理量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central mass的概念 那我们首先要对central mass来做一个定义 我说所谓的central mass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系统里面 我可以把这个系统 用一个指点来代表它 这个指点呢 它的质量呢 是所有指点的加轴 OK 你N个指点 你现在要用一个指点来代表它 那这个指点 它的质量是所有指点的加轴 那这个指点要放在哪里呢 放在的位置就是我们所谓的central mass的位置 OK 那换句话说 如果我这个系统 比如说我这个黑板 那这个板差的话呢 我这个板差 我要跟粉笔产生碰撞 那我板差其实是N个指点产生的 粉笔也是N个指点所产生的 那这两个要产生碰撞呢 我不能把这上面的指点 这相近10的23次方个指点 这也是10的23次方以上的指点 我不可能去计算每个指点的total momentum 那我怎么算 我就算 如果这个板差的质量 能够全部集中在某一个点上面 粉笔的质量 全部集中在某一个点上面 我还是把它当成是什么 两个质点的碰撞 那这个你把它质量集中的点 就是我们所谓的central mass 那依照这样的概念的时候 你现在看到central mass 它的定义 它的定义就是说 我所有的质量 全部要加总 然后呢 每个质量 所对应的位置 你要把它加总起来 而它的质量呢 就是你的waiting 把它加总起来 那乘出来 就是我们的central mass 换句话说 你用一个简单的关系 是去写它的话 就是summation的mi i等于1到n 然后呢 上面是summation的mi xi i也是等于1到n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central mass 的位置 ok 这是one dimension 那假设你现在要把这个问题 扩展到三度三维的空间 three dimension的话 那其实概念上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现在的指点 散布在各个不同的位置上面 那m1 m2 然后到mn 那每个指点呢 它所在的位置 你都可以把它标示出来 那标示出来以后 我们就针对x方向 x方向 y方向 z方向 三维的 你去把它 分开来计算 换句话说 在x方向上面 你可以 看到你的central mass 就是 你total的指点 统统集中了 然后 在x方向 就以x的位置 scomponent 当成它的全值 scomponent 当成它的全值 是怎么 以must 当成它的全值 来把它加总起来 ok 这y方向 一样的 我把 所有的指点集中以后 那每一个位置上面 它放了多少指点呢 我就用它的 质量 来把它 当成它的全值 把它加总起来 好 那z方向 一模一样的 计算方式 在z i 的位置上面 它的全值就是它的质量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结果 那换句话说 我的 直心 的位置 它的三维 就分别是我们这边所求出来的一个结果 好 我们一般 我们把 这个 啊 求出来的结果呢 你就可以 用一个很简单的关系 来 把它写出来 对吧 我说 r 生通 mass 它其实就是 i 方向的 x z 方向的 y 加 z 方向 k 方向 k 方向 k 方向的 z b 那 平常 这三个部分的话 我就直接可以 因为底下都是summation mi 那summation mi 就是大 n 分子一 你现在上面的部分 i component的部分 就是summation mi 的 xi i 等于1到 n 然后 在这一方这样就是summation mi 的 yi i 等于1到 n 在z 方向 在z 方向 是summation mi 的 gi 那i 等于1到 n 所以 你马上你看到的 我把summation i 等于1到 n 的 mi 把它提到一边 那就是i 方向的 x i 加 z 方向的 yi 加 zk 方向的 zi 那这个呢 就是单一指点的位置嘛 对不对 每一个指点的位置 那我们说单一指点的位置 其实我就可以把它 单一个指点的位置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 这个就写成 i 等于1到 n 等 mi ri 就把它写出来 很简单的一个表示数 就出来了 那这个结果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果 那假设我们的指点呢 我刚刚讲 板差过粉笔 都是10 的 23 次方 它是连续分布的 所以每一个指点 它其实是间隔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间隔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间隔的部分呢 我们用在每一个位置上面啊 当我的 δm 趋近于 0 的时候 换句话说 在空间里面的分布 那这指点 我说一块板差过的一块饼等等的 那每一块的这个 m 啊 都是一个小小的点 那它距离原点 ok 那距离原点 都是 ri 的位置 这是原点 ok 那你每一个原点 你每一个值 都可以把 ri mi 就是 这是 r 1 dm 1 那这是 dm 2 这是 r 2 所以 这是 几乎是连续分布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 你现在你看到的 当 dm 已经趋近于 0 你把它分到非常细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每一个小小的位置 每个小的位置的分布 它的 m 啊 是很微小的值 换句话说 我怎么换呢 我说我是连续分布的 我的 summation central mass 的部分 大的 m 那上面的部分呢 是等于 我也直接把它写下来好了 每一个都是一个小小的 dm i i 等于 1 到 n 那 x i dm i summation 的 x i delta m i 呢 这个 写成 一个 因为你的 delta m很小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写成积分 那上面也一样 这是很小的一个值 这是 x 的 dm 把它积起来 那这个 g g 出来的是什么 每个小 n 把它加总起来 g 出来就是什么 total 的大 n 就是跟我们 summation i 一样 所以这里面 这个就是 total 的大 n 然后 x 的 dm 这是 central mass x 方向 那同样的 y 方向 这样 你就变成是 底下是所有的小 m 把它加总起来 在每个小 m 它的位置 就是 y 那你把它积分起来 那 z 方向也一样 所以 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 我说 central mass 其实这三个关系 我就直接写成 我的 central mass 就是等一 summation 的 dm 然后这是 r dm 所以甚至于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i 的 x 加 z 的 y 加 z 的 k k 的 z 方向 那举个简单的例子 那简单的例子我们说 一根棒子 那这根棒子的长度 如果是 l total 的质量如果是 m 那你们都知道啊 这样的棒子 它的值心在哪里 中间嘛 就是 1 2 L 对不对 好 就是你们很 常常 这个 算是常识 如果我的问题 你说 你说它是 1 2 L 它所代表的是什么 这是均匀分布的啊 才会是 2 L 假设我现在说 它不均匀分布呢 那它的值心在哪里 好 我说它不均匀分布 它值心在哪里 你怎么去计算它 OK 那同样的一个 你说 这个问题 如果 我这个质量 是随着我的 这个 从原点到 l 是线性变化的话 那我的值心在哪里 这个问题其实跟我把它画的 是线性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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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度是 constant 密度是 constant 我说 如果它的质量是线性变化 那跟这个问题是不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所以 这个问题跟这个问题 形状虽然不同 但是 你的条件其实就是 就是 当你把你的假设 从 Rose 线性变化 跟Rose constant的时候 其实它是相同的位置 问题 对不对 所以 现在我们先 来看看 你怎么 我说Rose Constant的时候 从0点 一直到 L点 那它的 M 它执行 那 一样的情况 我们现在是一维啊 所以 一维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我只要去计算 我的Center Mass 的话 我就是等于 所有的DM 分之X分之DM 那DM是在哪里呢 DM DM就是 随随便便 一个小的 这个小的 这个Element 非常小的Element 它DX的位置 距离原点是X的位置 它的质量 它的质量是多少 那这个DM 其实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Rho DX 对不对 Rho 是什么 Rho 是 单位长度的质量 就是线密度 换句话说 我的DM 基本上 就是LM的DX 那 那 马上我们看到了 这 submissionDM 加起来是 total的M 我已经知道了 在X位置的DM 就是Rho DX 那S是从哪里开始 S是从0开始 一直到 长度是L 所以马上你看到了 它是M Rho 是定值 我们说Rho 是定值 X 的DX 从0 G到 L 那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N分之Rho 2分之1的X平方 从0G到L 那也就是等于N分之Rho 乘上 2分之1L平方 那你把Rho带进来 Rho 是等于L分之N 把它带进来 消掉 就是2分之1 OK 这是Rho 等于Constant的时候 Rho 不等于Constant Rho 我说Rho 是等于 Rho 我说Rho 现在是在线性变化的时候 Rho 是等于CM CX 那没有关系啊 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里的DX很小的位置 它距离X位置的DX很小 DM是等于多少 就是当那个时候的Density乘上它的DX 它的Density是等于CX 然后DX 那到底C是等于多少 C是你的DM把它全部加起来的时候 然后 你把所有的DM全部加起来 是不是要它等于大L 那我就把它加一下 我说它是等于CX的DX 从0G到L 那你就等于C2分之1的X平方 乘以0到L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等于2分之1CL平方 这个就是要等于大N 所以我们看到C等于多少 C应该就是等于L平方分之2N 所以我说Rho等于CX C就是等于L平方分之2N 这你要知道 这里面的C 这里面的C 其实就是L平方分之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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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Central mass呢 那Central mass呢 现在是等于Total的N L平方分之2N 然后XDM 那DM是等于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的是 CXDX就是我们的DM 那从0G到大L 那你对它积分 你记出来 把他带进去 那L平方消掉一个 那这是L 那2M也三分之二 所以你就得出来 你的central mass是在三分之二L的地方 那我们没有问题 就是说这个C 如果不带进去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那C不带进去的情况之下的话 基本上你会看到 里面就有C的东西 那你看不到这个最后的final的结果 所以你的M跟C一定要连贯起来 就是你的density跟你的mass要有连贯起来 那M跟density本来就是有相关性的 所以你基本上连贯起来就没问题了 那这个一样的 L跟h就是你的面积 那你roll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roll的density 你就是等于LH 然后分子M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